好 那么在 这一个video clip 我们开始讲第二章 第二章讲的是 1D motion 就是one dimensional motion 或者呢就是指的是 一维的运动 就是我们只考虑一个维度的运动 那我们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运动呢 是因为呢我们所观察到的物理现象 大部分都是跟移动中的物体有关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地球绕着太阳转 人跟着地球自转 会移动 那这些都是 考虑呢 物体在移动 好 那么关于 物体的这个移动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是 Canematics 那简称呢 在中文呢 不是简称 在中文呢 就把它叫做是运动学 那么关于这个one dimensional 的motion 一维的运动呢 那么 在你们的 中学生阶段 应该学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里呢 只会做概略的介绍 但是呢 不管是在 物理 科学 或者是在工程 或在商学 很多方面呢 微积分的应用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在这 这一门课里面呢 也会把微积分呢 的应用 把它带进来 这里呢 是我们第一次呢 尝试着把微积分 放到这个物理学里面来 那么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会尝试着 学习把微积分应用到物理问题 好 那 我们呢 要描述一个 物体的运动呢 那我们通常呢 要有一个 坐标系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用的坐标系呢 是右手的坐标系 譬如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 选择 就是我们描述物体的运动呢 我们要有坐标系 那么在 数学上呢 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坐标系可以用 那么 其中最常用的呢 就是所谓的直角坐标系 这直角坐标系呢 就是我们选定一个轴向 我们把它叫做x 然后呢 再跟它乘垂直的另外一个轴向 我们选择 把它叫做是y 然后呢 我们再用这个右手定则 所谓的右手定则呢 就是 拇指的方向指的是x 实指的方向指的是y 那么 中指的方向呢 指的就是g 那我们就在这个方向呢 把这个轴向呢 叫做是g轴 那也 换个方法 你可以说 你如果说呢 把 四个手指头指向x 然后呢 四个手指头转弯 可以这样转 那么拇指的方向呢 也是g轴 那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好 那我们讲的是一维的运动 所以呢 我们只会有一个 x轴 我们不会有y轴 那如果说我们要描述一个物体呢 在x轴上面的运动呢 那么这个物体可能很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 只用一个点 来表示这个物体 那我们就是 考虑的是一个 指点的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视为是一个小点 假设呢 他在 t1时间的时候呢 他的位置呢 是在x1 然后呢 在t2时间的时候呢 他跑到这里来 他的位置呢 就是x2 好 所以呢 我每个物体呢 他在 这个x轴上面的运动 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要如何呢 用有效的方式呢 来表示他呢 这里呢 我们就把 横轴 选择为时间 中轴 选择为位置 x 要注意一下 这个 我们这里虽然选择的是直角坐标系 但是呢 现在用的这个 坐标系呢 跟前面 一张图 我们看到横轴是x 中轴是y呢 意义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呢 我们 横轴用的是t 代表的是时间的往前 然后呢 重轴呢用的是x 代表呢是 这个 他的位置 好 那么呢我们就观察这个物体的这个移动 比如说呢 他在 t1时间的时候 好所以这里 就是t1 那么在这里 他就是在x 1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在另外一个时间呢 t2 那么呢 在t2的这个时间呢 他的位置呢 就跑到 x2 的这个位置 好 那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里就不细就 他可能是类似像这样子的 曲线 前进 那这里呢 我们就定义 这个 x1跟x2呢 的这个差值 就是从x1跑到x2呢 之间的这个差值呢 就是从 x1跑到x2呢 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是deltax 那么他就等于 x2 减掉x1 我们就把这个 deltax 等于x2-x1呢 叫做displacement 就是你们以前所学过的 叫做位置 好 那么呢 他是在 t1的时间到t2的时间呢 做了这么多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图上面呢 表示呢 这一段 就是这个deltax 就是这个displacement 或是这个位置 假设呢 假设呢 我们现在呢 在一个 一围的图上面 比如说这个是一围的图上面 这个是x 然后呢 他在某一个时间 比如说在t1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位置 x1 然后呢 他在t2的时间的时候呢 他在这个位置 x2 那他中间呢 他可能是走的 一开始稍微慢一点 然后加速走 然后呢 又再慢下来 就是他在这里 所以从这一开始加速走 慢下来 然后再加速走 好 那我们想要知道呢 他在 t1到t2的时间里面 他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那么我们知道呢 他就是这个位置 x2-x1 除以 他总共花的时间 delta t t2-t1 那这就是平均速度 就是t2-t1 分之 x2-x1 好 t2-t1 就是他花的时间 delta t x2-x1 就是他 走的位置 delta x 相除起来 就是他的平均速度 好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画在这个图上面 xt图上面的话呢 那么 这一点 代表的就是 在t1的时间 这一点是 t2的时间 在这一点是 x1的位置 这一点呢 代表是 x2的位置 t1时间在 x1的位置 t2时间在 x2的位置 那么呢 他的平均速度 就是 delta t分之 delta x 他代表的就是 这一段 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一条直线 我画的不直 的斜率 就是 这里 的高度差 除以 这个横的这个距离 好 那我们这样呢 就得到平均速度 那你如果说想要知道 他在 t1的这个时刻的 瞬时速度呢 你想要知道他在 T1这个时刻的瞬时速度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让delta t 趋近于0 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delta t 趋近于0 比如说我们把他位置 画小一点 delta t 抱歉 我们 让 delta t 小一点 比如说我们选择 T2 在这个位置 他的所对应到的点 就在这里 那么呢 他所对应到的位置 x2 就在这里 假设T2时间是在这里 x2在这里 那这一段的 斜率就越来越接近 他在这一点真正的斜率 就代表他在这一点的 瞬时速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 这个瞬时速度呢 就是让delta t 去近于0 然后呢 delta t分之delta 在微积分的符号上面呢 我们把它写成 dt分之dx 那其实他代表呢 就是在这一点 这一条线 在这一点的 这个斜率 那这就是在T1这个时间的瞬间的这个 速度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讲这个 速度 的变化 位置的变化 我们得到位移 然后呢 我们把位移呢 除以 做这个位移所需要的时间 我们得到平均速度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时间 缩短到无限小 那我们得到的呢 是一个 顺时速度 那么相同的呢 我们也可以把 这样子的操作 应用在 速度上面 就是呢 从 某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 它的速度可能会有变化 那么 这个 速度的变化 从 某一个速度变化到另外一个速度 那它所需要的时间 把它 当作分母 那么两个相除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 速度的变化率 也就是加速度 那我们跟 速度一样 我们有两种 定义的加速度 一种是 平均加速度 一种是 顺时加速度 那么加速度的英文呢 是 acceleration 好 那么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怎么得到平均的加速度 那么呢 速度 平均速度呢 按照我们的定义就是 你在 某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 时间从T1到T2 然后呢 这个 物体的位移 从 它的位置从 X1移到 X2 那么它的位 位移量呢 就是两个相减 就是delta X 那delta X除以delta T 我们得到的就是 平均速度 那么平均加速度呢 我们就做一样的操作 就是呢 我们把 这个 在 T1的时间 的 速度 跟 T2的时间 的 速度 然后呢 这两个速度相减 然后呢 除以 它所需要的时间 得到的呢 就是 这个时间的长度 分支 速度的变化量 那我们得到的呢 就是从T1到T2的 平均加速度 就是速度的变化率 那么 瞬间加速度呢 就是这个 Instantaneous Acceleration 我们怎么求它 就跟我们求 这个 瞬间的速度是一样的 在我们求瞬间速度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 从T1到T2的 时间 把它缩小到 让它趋近于零 然后呢 把这时候的位移量 当作分子 两个相除 那我们就得到呢 是在T1这个时间的 瞬间速度 那么在维基分符号上面呢 写成Dt分之Dx 那么按照相同的道理 我们 可以把 瞬间加速度写成Dt分之 Dv 然后呢 我们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让 这个 T1到T2的时间差距 DeltaT 趋近于零 然后呢 时间差距当 分母 然后呢 速度的变化量当分子 好 那我们 做这样的极限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得到 瞬间加速度 那么它的 微积分的符号呢 就是 这个V 我们已经知道了 它是等于 Dt分之Dx 所以呢 我们就把 这个V呢 写成这里面刮符的 Dt分之Dx 然后呢 这个 微积分符号呢 就是取Dt分之 DeltaT分之DeltaV呢 取极限值 那么就是Dt分之D什么东西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有两个Dt有两个Dt 我们就把它写成Dt平方 这只有两个D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D平方x 对 这个是 把 位移 求取 瞬间加速度的 微积分符号 写成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最常处理的呢 就是这个 加速度 acceleration 是一个常数 这是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 就是 譬如说你有一个自由落体 那么呢 这个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呢 就是它在 这个 垂直落下来的方向呢 有一个 负 在垂直落下来的方向呢 有一个9.8 meter per second 的 per second平方的加速度 那因为呢 任何时刻呢 它的加速度都是这样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它的平均 和它的顺时 的值 这个加速度的值 都是一样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就是顺时加速度 就是平均加速度 然后呢 我们把 开始的时刻当作是时间0 那经过了多少时间 所以就是 t-0 然后呢 在时间0的时候的速度呢 假设是v0 就是在 t等于0的时候 速度是v0 然后呢 在 t这个时刻的速度是v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a等于t 分之v-v0 然后呢 平均速度 就是顺时速度 那就表示着我们一下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 在t这个时刻 它的速度就是在时间等于0的时候的这个速度 加上 加速度 乘以 时间 那么相同的呢 我们也可以把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位移呢 用平均速度来表示 那 这时候呢 我们知道呢 在时间0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呢 是在x0 在时间t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呢 是在 x 然后呢 时间呢 从0 到t 所以所花的时间呢 是t-0 就是等于t 那它平均速度呢 就是它的位移量 除以 它的 所 需要的时间 然后呢 把移向一下呢 我们就得到 x 会等于 x0 加上v average 就是平均速度乘上t 就是 在 t这个时间的时候呢 它的位置会是在 时间等于0的时候的位置 加上平均速度乘上 所耗费的时间 就会是在t这个时刻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 这两个式子 弄在一起 那么 平均速度呢 会是等于什么 它事实上呢 会是 这个初始速度 跟最终速度 因为它是线性变化的 那平均速度呢 就会是初始速度 跟最终速度的 平均值 然后呢 我们把这v average 就是平均速度 把它用 这个东西呢 把它带进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一个式子 就是 x-x0 会等于v0t 加1⅔at平均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把 t 从 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 因为 两个式子里面呢 都有t 我们可以想办法呢 把t把它划减掉 就是令这边的t呢 然后呢 等于 v-v0除以a 然后呢 把它带到 这边来 从这里 把它 带到这里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t 把它划减掉 那我们最后呢 就得到一个 只有加速度 速度跟 位置或位移的关系式 就是v平方 等于v0平方 加2a乘上 x-x0 那这个三个式子呢 是我们在 一维运动 然后呢 加速度是常数 就是它不随着时间变化 所用到的 最常用到的式子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这个 速度 位移 和加速度 之间的关系 之前呢 我们在讲这个 速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 用微积分的符号 把它写下来 是dt 分之 dx 用简单一点的 概念来讲 就是我们求瞬间速度的时候呢 我们是把这个 时间差 就是从t1到t2的这个时间的差距呢 把它弄成是到一个 非常小的时间差距 就是 令它趋近于0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它表示成dt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它的位移呢 事实上也是趋近于0的 好 那表示呢 在dt的这样一段非常小的时间里面 它有一段非常小的位置 位移dx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表示成呢 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dx 等于v乘上dt 好 那如果说 这个是在 抱歉 这是我们在微积分的符号上面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情形 就是 如果说呢 这个是一个 平均速度的情形 就是 平均速度 v average 等于 delta t 分之delta x 那如果说呢 这个速度v average呢 是一个常速度 就是它的速度不会随着时间变化 好 那这个就是 v average 那么呢 它在 t1的时间到t2的时间 那 这个物体总共跑了多少的距离 那这个距离呢 我们可以知道 delta x 就是这个位移呢 就等于v average 乘上delta t 在这个图上呢 它事实上呢 就是 这个 v average 乘上 这两个时间的差别 那事实上呢 我们得到呢 就是这一块的面积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这一块的面积 就是 它的 位移 delta x 那么 相同的 如果说 我们现在呢 有两个不同的速度 在 t1 到 t2的时候 的速度是 假设这里是v1 在 t2到 t3的时候呢 这个速度呢 假设是v2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这个全部的位移 从 t1到 t3的全部的位移 会等于多少呢 它会等于 v1 乘上 t2-t1 加上 v2 乘上 t3-t2 它会等于什么呢 它事实上就是 在这个图上面的表示里面呢 的 这一块的 这一块的面积 就是这一块的面积 就是这里的delta x t1 到 t3 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更复杂的情形 就是呢 随着时间的变化呢 那么速度的变化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怎么求得 在 这里面呢 从t1 就是这个时间点 到 这个时间点 它的速度呢 那么 那抱歉 它的位移呢 那么我们事实上呢可以把 这个 曲线底下呢 我们可以把它切成 非常多个小块 好 然后呢 从这里呢我们把它叫做是 T i1 好了 然后呢这个点叫做 Ti2好了 那么从 Ti1到 Ti1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它的 位移会是多少 只要Ti1非常接近Ti1 那么呢 这个 看起来是斜的呢 当你只要够接近的时候呢 它事实上看起来 会是 一个非常小的位移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一块的面积 大略 说成是 它从 Ti1到Ti1的 这个 这两段时间的位移 相同的 从Ti1到Ti2呢 这一块的面积 也是 从Ti1到Ti2的时候的这个位移 那你就可以把 这些长条全部加起来 一直加到这里来 抱歉 现画的不好 那 全部把它加起来 这些面积通通把它加起来 就会是 这个 位移 全部的位移 所以呢我们这个全部的位移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呢 这里面的全部的 面积 的核 那么呢 我们假设呢 每一块的面积 叫做 Delta X K 那么 这里面呢 K就从 D块面积 一直到Dn块面积 就是这全部把它加起来 那么每一块面积的值会是多少呢 那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在那一个瞬间 的 速度 乘上呢 那一小段的 时间差距 就是 这一小块面积 就是 V T1 在T1这个时刻 乘上 Ti1- T1 又是等于 V T1 乘上 Delta 我们把这每一块小小的面积呢 的核通通把它加起来 我们就会写成这个样子 Delta X就是这个 全部的把它加起来 那么呢 在微积分的符号上面呢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因为呢这个 速度呢是任何一个时刻的速度 所以就把它写成 V T 然后呢 Delta T呢 如果要越精确的话呢 表示 T1-Ti1 Ti2-Ti2 之间的时间差距 必须非常的小 那我们就用微积分的符号 就把它写成是 DT 然后呢 这个是从 时间 T1开始 一直到 T2结束 所以 我们在 微积分的符号上面呢 这个 我们就把它 写成了 从 速度 求得 位移 的 表示法 就是像这样子 一个 表示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summation这一堆东西 把它写写成 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积分